龙山寺好灵。他第一次当导演就由苏智谢主演。 几年前第一次到台湾旅游,听说龙山寺很灵验,当时我向沈明许愿,希望能拍一部电影,没想到愿望成真,还来台湾宣传,让我充满感激。 第张寻导演在与乃再次相遇的台湾首映红毯上,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。 与乃再次相遇改编自世川拓司2003年的小说《现在,很想见你》,该本小说出版后不但成为日本年度时大厂销书之一,2004年10月上映,由竹内杰子和中村师。 施统主演的同名电影,更创下全球4660万美元,约核心台币14亿元,的票房佳季,成为无数影迷心目中的经典纯爱电影。